Hello 大家好 你今天知道了沒有? 我相信這一兩個星期 大家都心情非常煩惱 不停地做快測和核酸 又黃又綠又紅 其實關於疫情的資料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經在網上做了很多影片去分享 所以我今天就打算說一些比較輕鬆的事情 就是帶大家去逛逛一些比較少人知道的內街 發掘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來到沙梨頭街 又稱為石牆街 這條街就是在白甲巢街景轉彎的路 你一直走下去就會看到 那 沿途也經過一些兩層高的平房 也有三巴門的土地廟 也會有一些停車場裡有種果樹的 而那些果樹也是很茂盛的 那 那 我都想著 沒有東西攪拌的時候 那 就看看 可不可以 炸一隻香蕉吃一下 那這個香蕉呢 是生得 很多 的 還有 你會聽到 很多小鳥 就 在旁邊 就 唱歌 很開心 那 而同一個地點呢 我上次去呢 其實也有 黃皮樹 也長得很茂盛 不過我那天去呢 就已經 應該是收割了 那我就 有補充一些 圖片給你們看 那 這條街呢 其實在澳門都 絕無僅忧了 因為 全部都是高樓大廈 那這些平房呢 和升鐵屋呢 就真的 買少見少 那 而最特別的呢 就是 走到這個 石街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一些 很特別的東西 那 沿路呢 其實也會看到 有個木瓜樹 那 之後呢 在那個石街 轉角頭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 一棵很茂盛的 楊土樹 真的很多果實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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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呢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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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希望我的影片大家都喜歡 按讚、訂閱、分享 多謝支持 拜拜